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外交大臣藍韜文 就著香港的問題 終於有明確的表態 約翰遜更加親自投稿到太陽時報 和香港的南華早報表達立場 我們首先看看藍韜文出席英國下議院的發言 以及他如何回應議員的質詢 藍韜文說 中國現在應該懸崖立馬 尊重香港的自治 和中國自身的國際責任 英國促請中國政府 要和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合作 終結近期的暴力場面 以及要和國際社會合作 不過如果中國不去改變主義的話 英國也斷言不會隻眼開隻眼閉 英國是會支持香港人 並且履行英國的責任 而保守黨前領袖施智安問藍韜文 到底英國會不會和盟友合作 在有需要的時候給予香港人居留權 藍韜文透露 昨天和五眼聯盟的電話會議當中 的確是談論到 如果香港發生大逃亡的情況 五眼聯盟是有可能共同分擔接收香港人 但根據最新的一次評估 英國政府認為不會出現大逃亡的情況 但儘管這樣也好 英國政府仍然認為應該提出這個可能性 而且在外交上正在處理當中 難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同源五眼聯盟通電話之後 就走出來說 美國正在考慮歡迎香港人去美國 原來接收香港人離開 就已經進入了五眼聯盟的議程當中 雖然在這一刻仍然是實話未有一撇 但是起碼走進去一個正確的方向 走進去一個好的方向 就唯有是正代佳音 好了 那約翰遜投書到南華早報 到底他又想表達什麼呢 首先他就說到 說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將會削弱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權 如果中國是要繼續強推的話 將會使得中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 到時英國只能夠維護 與香港人民的深厚歷史聯繫和友誼 那約翰遜還提到 在今天全香港大概約有35萬人 是持有有效的BNO護照 另外250萬人持有的BNO護照過期 只不過是可以合資格申請續領 目前BNO護照可以免簽進入英國六個月 那約翰遜就警告 如果中國真的實行國安法的話 英國政府將會改變移民規則 准許BNO護照持有人 去英國進行為期十二個月的可續簽期限 並且獲得進一步的移民權利 包括工作權 這樣就會使得 這班BNO持有人 遲早都會成為英國的公民 換言之 說來說去也是 英國對於將BNO平權 即是徹底絕對的平權 基本上就是無望 因為如果說平權的話 就不需要再到英國那處坐移民監 或者符合某一些特定的條件 才會頒發那本BC英國公民護照給你 如果說是有條件的話 基本上就跟之前沒有太大分別 之前有條件一樣可以留在英國 一樣有機會拿到英國護照 但是現在放寬了 讓你找工作或者找學校的時間 就由六個月變成十二個月 所以這件事不算是甚麼黃恩大赦 雖然還在走向正確的方向 但是英國就可以再強硬一些 不像目前這一刻那麼軟弱 因為截至目前這一刻為止 英國做得最盡的 只不過是在BNO護照這個議題上發酵 比如說要放寬這個護照持有人的逗留時限 或者放寬他們的逗留條件 因為這個變相設立了一個審查和篩選制度 將那些競爭力比較低的人即時篩走了 這樣就可能和五眼聯盟當初說要收容香港人的原意 是有出入的 好了 到底英國現在的應對辦法 是有甚麼嚴重漏洞呢 首先第一件事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涵蓋得到 九七年之後出生的人 因為那些人根本上就沒有資格拿BNO護照 另外就是第二班人是甚麼人呢 就是九七之前已經在香港居住 而且住滿七年 但是呢 他當時沒有領到這個BNO護照 於是今天要再去補辦的話呢 就是沒有機會了 所以有些人經常在網上問 說 喂 約翰遜和南韜文經常引述過數據 說有二百多萬人有資格申請BNO 那一班其實就是在九七之前成功申請過一次的 這樣的話 因為這個BNO的身份是永久是一世的 除非你宣布放棄這個國籍而已 因為BNO這個身份其實就是跟一世的 第二件事就是益了那些藍絲 因為英國要搞這些人道救援計劃 肯定他就不能夠設置一個政治審查制度 他肯定就是會照單傳收 只要你肯去英國的話 他就會批你了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變成像香港那群青年人在抗爭 但是就益了那群中年的藍絲 這個情況就相當之吊詭 那群藍絲就不用留在這裡受 但是變成在這裡受的就是那群黃絲的年輕人 這件事英國政府也要考慮一下 到底會不會在資產或者工作 你也有一個screening 你也要在一年之內找到工作 或者找到一間學校去就讀 那會不會在這個政治表態方面 英國政府也應該要加強措施 想想辦法怎樣可以防止那群深藍 滲進去英國才行 要不然你被他拿著BNO去到英國 然後定居了之後 又繼續放五星紅旗 繼續在搖旗立陷就不是搖李米志旗 雖然他入籍的時候 就宣誓了要效忠英女王 但他實證原來是效忠習近平 那你就大劑了 那些人去英國有鬼用嗎 這方面英國也要想想想 雖然目前現在實劃也未有一撇 但是正好是因為實劃也未有一撇 所以就可以連這件事都放進去考慮之列 就不要等到整個大綱 甚至整個方案的詳情都出來的時候 才說去考慮 到時候就考慮不及了 好了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民建聯的譚耀宗 全國人大常委 他說了什麼呢 前陣子這群支持國安法的建制派 都放在街站 譚耀宗說 這個國界支持國安立法聯合陣線 就收集了290多萬個簽名 反映有相當多的市民支持立法 根本上這些事情 完全是做給大陸看的 盲的都知道自欺欺人 譚耀宗自己都不相信 有很多市民支持立法 多成怎樣 根據明報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六成四的市民反對中央政府繞過香港的立法會 將國安法放在基本法的附件三當中 在香港實施 支持的只有兩成四 中間有一群人覺得沒有所謂 覺得沒有意見 或者拒絕回答 其實支持和反對的比例 大約就是3比7左右 為什麼有很多人支持 譚耀宗 根本上由頭到尾 你搞這些大農諷出來 就是為了自製一個氛圍 以及自製一些民意基礎 使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就覺得在市面上 真的有很多人支持 這樣而已 而且是要做給大陸看 向大陸交數而已 告訴大陸聽 那些傢伙在香港有做過事情而已 完全沒有實際意義 搞這些事情 勞民傷財 浪費了 維穩費 好了 另外他今天又有新話說 他還怎麼說呢 說那些議員和參選人 如果是反對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是屬於違反了香港基本法 應該要取消參選資格 因為今次港版國安法立法的決定 凸顯了中央政府堅決换徹 以及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 這是對香港的一場及時雨 國家要做好宣傳 不能讓這個法案成為無牙老虎 譚耀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如果反對國安法 就為之反對基本法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DQ了所有反對派 民主派、本土派或什麼派的議員或候選人 總之沒有你建制派認可吸引了豬蜜認證 你就不能夠入閘 你不如做到這樣吧 就是說你選完之後才到市民去選就最適合了 當日在2014年的時候 人大831落閘的決定就是這樣 又說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選好一些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之後 才輪到市民去普選 這就不是普選 你選完再到市民去選 選來選去都是你認可的人 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你連立法會都是想這樣做 選來選去都是建制派就最好了 反對國安法就為之反對基本法了 以後選一些議員進去 就不能夠反對政府的議案 就最好了 一反對政府議案 你又可以扣帽子給他 說他違反基本法就DQ他了 那又選什麼呢 不如不要選 你見人今屆有機會三十五加 今屆有機會奪權 就加上這些諸多規則 很離譜 你不想選 你就索性不要選 你就告訴國際社會 今屆不選 你行獨裁行一國一制 還在裝什麼花樣 九十幾樣規矩 反正你這麼喜歡改規則 不如改更多 現在有某一些功能界別 仍然是容許那些議員 擁有外國護照 你這條一定要先取消 七十個立法會議員 必須完全放棄外國護照 而且要變賣所有外國資產 那你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忠誠 誰知你會不會想著 想著後路 還有 不僅是你本人要放棄外國護照 本人要變賣外國資產 連你父母 連你老婆 連你老公 連你的子女都要 對不對 那你才是夠效忠中國 說話全部都吹水 自己的老婆子女 全部都拿了外國護照 你出來公開 七十個立法會議員 不要分派別 七十個出來公開 有幾多人想著後路 想著後路 離譜 離了大譜 現在在這裡扮愛國 在這裡鬥愛國 嚇屎了 這些人全部在這裡 吹水 全部在這裡 假愛國 口頭愛國 全部收檔就對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